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之间好像都有着一股比较悲观的情绪 他昨天晚上在出席土团党的会议之后就指出说 在去年的这个国庆日 人们好像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 那只因为在第十四届大选当中 就是去年的509 大家都会为推翻前朝政府的这件事情感到高兴 那么敦马的观察是正确的 因为去年是刚换政府 举国换腾西蒙行事绅士大好 民间的反应是非常吃热的 马哈迪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布城 成为国庆日庆典的主角 那么去年永日不曾参与 这个国庆庆典的民众是特别的多 比往年多很多 这个时候当时的气氛是 马来西亚重申了 Yes!我们再一次的Mertika 我们第二次独立 因为人民终于有勇气摆脱旧政权 自己当家做主选出了新政府 所以去年的国庆日那种氛围是特别的吃热 同时它的意义也非常的大 今年则 说说在一些负面的新闻冲击之下 影响了人民庆祝国庆日的情绪 比如找一问 Zakunai的事件 莱纳斯西路上等等 各族都有不同的情绪存在 敦马就指出说 去年的这个时候 人们确实正在享受着 成功的推翻国政政府的喜悦 所以他们并没有理会说是谁 在发表什么言论 是不是有种族遭到边缘化 或者是与另外一个种族受到了影响等等 不过他说 如今人民普通普遍是感到不满的 可能他用可能这两个字 是因为西蒙还没有兑现所有的竞选承诺 他说现在他们想要看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 但是要实现目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就是所谓的西蒙 是在没有获得正确的现机下许下承诺 然而最后却发现 现在其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马哈迪的脑袋确实是非常清醒 虽然他已经94岁了 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他是谁 他是一名几乎是接近神 或者是神级的政治领袖 我们算算一下 我们独立62年 他掌权23年 换言之独立到现在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马哈迪是担任首相的 他肯定比任何人都清楚 大马的问题 今天的问题在哪里 以及如何解决 什么招数可以使用 如何一棍打死 或者是乱棍打死 这些手段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他对官僚体制 以及政府机构的了解 也非常的深厚 简直是撩如指掌 如何操作 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他也知道该如何去运作 以及如何去部署 不管你喜欢他 或者讨厌他 他是战神 他知道如何治理这个国家 也知道国家动荡不安 动乱的因素 藏在哪一个角落 如果按照蓝主编的这套逻辑的话 那我们现在在马哈迪的这个领导下 是不是可以过得更好呢 这是一个问号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另一方面呢 由佛教 基督教 信督教 西科教 还有道教组成的 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呢 就敦促西蒙政府 以专业而非情绪化的方式呢 来治理国家 那政府呢 是必须要认识到 他们所做的这一个政治的决定 并且执行 还有维持他们宣誓履行的联邦宪法 天主教吉隆坡总区大主教呢 廖炳坚就有指出 政府啊 必须以真诚的承诺 为人民呢 共同努力 同时加强呢 所有可以促进国家进步的力量 他说呢 领袖必须赢在一个有利 我们所有人在和平 幸福 有尊严的生活环境 并且让每一个人 都有空间 照顾他们所要照顾的人 大马 没有极端主义 以及种族主义的空间 唯有通过民族团结 和爱国精神 国人才能够成为国家发展 以及进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近来 马来西亚或者是我们人民当中呢 面对很多宗教跟种族的课题 被这些东西给困扰着 其实族群之间应该建立起 更好的互相了解 以及信任 还有尊重 我一直都认为 各族人民和宗教 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呢 我们都是热爱和平 希望国家繁荣昌盛 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良好市民 偏偏呢 就是这些政治人物 把个人的私心 还有政治利益 凌驾与国家利益之上 耍一些手段 搞一些小动作 挑拨 还有煽动民族的这个情绪 破坏种族之间的关系 今年的国庆日呢 我就希望大马人能够守护多元 捍卫大马的多元特色 加强理性 还有中庸的声音 马来西亚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家园 如果我们不守护他的话 还能寄望谁来守护呢 难道要靠这些政客吗 我有点呸 OK 好 那非常感谢你参与 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那如果你对国庆日的这个话题 有一些想法 想要发表 有一些感触的话 赶紧WhatsApp进来 0182 106 106 待会六点钟的下班有话题 我们依然有蓝主编 在节目的现场继续聊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